2020年 民进党当局力推所谓华航证明 将华航飞机涂装加上所谓的台湾意象 意图与大陆做出区别 不过今年3月 华航所引进的新货机 又悄悄恢复成过去的模样 对此 台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苏贞昌坦言 之前 刻意涂装确实导致华航飞不出去 此言一诛 引发舆论哗然 2020年底 华航重新设计货机涂装 在货运标志Cargo的C字里藏了所谓的台湾意象 台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苏贞昌当时扬言 要让世界知道所谓台湾与大陆不一样 不过 就在改完后不久 有周刊爆料 新涂装货机首航原定将飞往中国香港 却因所谓台湾意象涂装 航班遭取消 此外 飞往大陆城市的航班也全部遭到取消 对此 华航出面否认 但是打脸来得太快 在今年3月 华航新采购的货机中 涂装上的所谓台湾意象被发现已经悄然消失 我们涂装确实有做某一方面的努力 但确实也影响了可以挥得出去的这一个难度 不过 民进岛当局依旧不死心 表示将设计新的涂装继续提高所谓的台湾辨识度 针对民进岛当局执迷不悟的做法 台网友痛批 真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错误的决策比贪污更可怕 还有网友质问 华航的损失 民进岛当局会买单吗 这不是你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民进党过去到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都在同温层里面自嗨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林嘉兴也表示 苏贞昌亲口证实 改涂装让飞机飞不出去 充分证明民进岛当局推动所谓华航证明 沦为操弄意识形态 口惠而不识的自嗨骗局 民进岛当局不止应该向死中的支持者谢罪 更应该为滥用公款造成航运不便向台湾民众道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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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